金绿色的山壁中出现一条大面积的土石崩落 看起来格外显眼 而堆积的土石数量惊人 令人触目惊心 这丁山强震之后 青城山矿场内部以及北侧出现土石崩塌 因为雨震不断 波士安部落族人也经常听到落石的声音 感到惧怕 生怕危机一触即发 我亲眼看到落石 一直从上面划落下来 我还以为我很担心说滑落 会滑落到我们的住宅里面 又有雨震的时候 还是又有落石 不停的落石 晚上也会听到那个声音 声音非常的大 旷下旷人非常非常的害怕 根据观测 青城山矿场内部的土石崩塌点 高度200公尺 掉落的土方约有2000吨 而在北侧的崩塌处 则是景林富士村石林 落石甚至滚落到富士遗址 边缘20公尺处 而族人要求雅内公司 必须要严理对策 保障矿下居民的居住安全 25号在族人的要求之下 雅内公司带着矿下居民 来到矿场 并且现场说明现况 今天我们来的目的 不是要跟你雅内对抗 没有 我们也同意你了 但是你也要有很大的诚意 给我们矿下族人的居住安全 怎么样起的一个平衡点 说采矿采你的矿 安全你还是要给我们守住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针对矿场北方 临近富士村第10林的崩塌点 雅内回应该区域分属 县府以及态管出管辖 不在开采范围 需要跨单位协调处理 我们也是很关心 但是因为在开采范围的外面 所以将来要怎么做紧急防灾的措施 居民认为有疑虑的落实边坡的部分 去怎么做开采整治 我们会全力配合 而在矿区内部的崩塌点 已经施作挡土墙防止土石 滚落住宅区 待余震趋缓之后 就会透过撒槽种 绿化盖黑网等方式来进行互坡 但是未来要如何维护 矿下居民的居住安全 以及富士遗址的完整性 部落族人也高度关注 约这新闻杂料 Biz花林秀林采访报导